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间万事 风云变化 但若你和李星云二人执心移除 便无事不成 袁天高 你为何将这不良令交给我 殿下是离世遗孤 许多事不便而行 你伴他身边便是从龙之臣 不良令给你 是望你辅佐殿下 匡赴大唐 早日重现 征官圣事 ice 石头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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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幻音房的人 幻音房的那只狐狸精啊 你认识的吗 我是认识的 鸡如雪 你们抓了鸡如雪 为什么 鸡姑娘 就是她嘛 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的 你们一个两个都这么念着 想这话你们想对鸡如雪怎么样 哎呦 星云 你冷静点 那狐狸精我碰的一下都是脏的话 我的戏八片糟啊 那个骚狐狸有什么好啊 瞧你叫的那个肉麻气 我就气不过 相关云雀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鸡如雪在哪儿 这个嘛 我问你鸡如雪 在哪儿 我说说 你把剑放下 我就是一个狐狸精嘛 是大帅要做的 又不是我要弄的 你干我发什么火啊 任天刚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大帅呀 不就那点喜好吗 不是我背后包贬的 咱们大帅呀 哪儿都好 偏偏就喜欢玩什么彩阴补羊 什么 彩阴补羊 鸡如雪在哪里 快带我去找他 哎 君子都口不动手嘛 好了好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悄悄告诉你 那狐狸精在藏兵祭坛 可别说是我说的 藏兵祭坛 是哪儿 哎 你别跑 上官那家伙不见了 我记得以前的大帅 曾经教过咱们八门定星术 这罗盘我还带在身上 嗯 记得是记得 不过我原先 只用罗盘找过山里的野猪 竹笋 找人 这 不知道能不能行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能行也得行 硬着头皮也得伤 Beta 什么人 不敢擅闯死小 定叫尔 lung 坠入万丈深渊 帝氏险要 重兵环四 瞧对面也有蛇军 如果硬闯 他们砍断吊销就危险了 如今也没有其他路 难道我们要泪生双翼飞过去 师兄好主意 这翅膀我们儿时不就玩过 是说 主缘 好 你去找硬竹子 其他材料我去找 之后咱们去藏兵阁会合 一会儿修整好的竹子 得来全部费功夫 材料齐备 去藏兵阁办 这竹园看着可不太牢靠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们走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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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闯藏兵阁 祭牌者死 没有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人疼狐 不好 快跑 不 师兄 师父是不良人 咱们把吊桥毁了 那些不良人掉下去生死未卜 算不算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打自家人呢 这些守卫各个身怀武艺 桥下又是河 不用担心 救人要紧 一会儿咱们见机行事 喂 你们俩 地宫禁地擅入折斩 这规矩不知道吗 谁让你们来的 是上官校尉 让我们来给大帅送些滋补之物 麻烦大人您行个方便 有何 你一小子挺会做人呢 不过对不起了 大帅说过 今天任何闲杂人 都不得进入藏兵谷祭坛 你们赶紧离开 大人 如果我们飞进去不可吗 好啊 若是有命能过我这国 我便让你们进去 武良人 列队 你 转阿弥 无稀 马 无稀 离开 五乃 岳 这和这个人 要红色 不够对不起 老虎 美女 只能够到够了 来 想不到几日未见 你功夫如此精进 可说失如破竹了 师兄说笑了 就外面就已经守卫重重 里面还不知道有多少难关呢 凡事只管尽力而为 天下哪有完全的好事 我再教你个敲门 保准让你强上三分 明白其中的诀窍了吗 做好心理准备 只怕一会儿有一场恶战 这 这就是入口 可怎么进去呢 大门紧闭并无下手之处 一定有机关 师弟 我们在附近找找看 师兄 墙上有字 师兄 墙上有字 古殿灯长明 空接锁竹影 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机关就在门口的 石灯之中 试着推一下石灯看看 原来这古灯便是打开大门的机关 再推另一个试试 我先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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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是什么人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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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与本帅有缘 过不了多久 你的生命 将与本帅融为一体 这可是无人能及的幸运哪 站住 不许过去 万雷齐 飞花线 不许过去 愣着干什么 你都跟我上 兄弟们 我们撑啊 你都没关系 愿着干什么 对于本席 愿惊虹 一辈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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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他 是我的女人 就算他是你的女人 你又凭什么让我放过他 你不是要我称帝吗 你答应了 君无戏言 封了 臣 遵旨 下去吧 哈哈哈哈 哼 秦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多谢你 不必不必 我看见那原天刚就来气 这回到时候好好发泄了一下 你要真想谢我 下次见面 别再对我打打杀杀的就行了 当然不会 你方才说没事了 星云 星云 星云呢 人家正要去找你呢 没想到你在这儿等我 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哎哎哎 星云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嗯 怪不得一股狐狸味儿呢 死人要你说什么 哎 停停停停停 停 升官云雀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不是我要找你 是大帅要找你 他吩咐我请你进藏兵阁 说是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知道了 你告诉他 我等会儿就去 既然姬姑娘你没事了 还是早点回欢迎房吧 我还有事 先不奉陪了 好 殿下此事真是多了几分风采啊 少废话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臣猜想 殿下并不是很想待在苍兵谷 殿下随时可以离开 只是 臣还有一件东西交给殿下 山官云雀 进来 来 难道这就是 这就是龙泉剑 现在我要把它还给真正的主人 三十年了 龙泉剑终于回到了李氏子孙的手上 江湖上多少人基于此剑 我带着他 怕是不妥吧 世人只知道有龙泉剑 却没有几个人见过他 况且这剑中的奥秘 据说只有真正的李氏子孙才能破解 别人 就算得到了他 也是白负 我能破解这剑中的奥秘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答案 只有靠殿下自己去寻找了 殿下身份特殊 行走江湖 无必要小心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 我任务失败了 没脸再回幻音峰 而且 你怎么还在这里 刚才 刚才你都说了 说我是你的 不是吧 我为了救你随口一说 你还当真了 不过 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来做我的女人好像也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害臊啊 不高兴就算了 我走了 你还真走啊 你去哪儿 我想去渔州附近 打听一下林轩的消息 张子凡带他从青城山离开 一定会路过渔州 如今师父不在了 我得好好照顾大家 上官云雀又在搞什么 去看看 星云 听大帅说 你们打算去渔州附近 我正好来送送你们 顺便把大帅给的礼物 交给你们 上官云雀 这些竹缘是 这是特意为星云你准备的 来 星云 你我二人共成遗愿 笔双飞岂不美哉 别别别 不用麻烦你了 鸡姑娘 不如我们共成遗愿 好 我带着鸡姑娘先走 你也快点跟上 管一房的臭丫头 缠着我家星云 也不知道 在打什么算盘 不行 我得想个伴子 不能让她奸计得逞 大帅给你的礼物 在大殿的书架上 你自己去找吧 我呀 要去追星云 都跑得这么快 看来又要用罗盘的 玄武能力 山植人藏 顿山隐匿 起挂定星 对不起 那些人 说备了 那些人